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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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講包括民進黨的陳水扁當總統 也說好 就是要用公投來決定 現在國民黨在立法院放水了 好 我們都同意了 然後交給人民來決定 引出來的是蘇貞昌這幾句話 我覺得其實我還滿樂觀的 我從第一時間就樂觀到現在 對不對 董哥 我從第一時間我就覺得 這個公投會辦成 而且這個公投可能會是 我們歷來所辦的公投 唯一一次到目前為止 會成功的 會過敗 我從第一時間我就覺得這麼樂觀 我這個樂觀不是憑空的樂觀 我是有依據的 就是因為這一次 整個的反核式的力量 它的來源不是來自於各個政黨 所以不會 它不會成為政黨的戰場的 如果政黨妄想在這一次事件裡頭 想要掛掉背 都會受傷 所以為什麼你看到民進黨的態度 這樣反反覆覆 反反覆覆覆 最後走到光明正大的這條路來 你開始說乾脆不要公投 修法架門檻 然後我們這個題目要重新考慮 然後另外提連署等等的 為什麼走了這麼多龐之末節 都走了一天 走了一天 走一天 都發現走不通之後 要回到這個主戰場來 因為你如果去走龐之末節 民眾是不會允許的 因為它並不是政黨推動的運動 其實它是中產階級 所推出來的一個運動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只能去聽民眾 到底想要的是什麼東西 民眾想要 第一 你們這些政黨 其實在核四這件事情上面 都是有責任的 其實如果到最後核四庭建 你們政黨都跑不掉 所以你們是有責任的 我不會跟你們掛在一起的 然後第二 所以不要想要掛掉背 任何想要在這個議題上面 然後妄想在那邊算計說 我可以多得多少票 多得多少民心 一定會被民眾唾棄 但第三個就很重要 我剛剛講 現在民進黨回到主戰場了 我們要看的就是國民黨 他在這個主戰場上面 有沒有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 什麼叫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 就是你必須要認真地提供 一個公民討論的舞台 比如說剛剛師老大講 你現在提出公投之後 是有政訪雙方的辯論的 請問一下反核四是由誰來辯論 不會由你台電派一組人出來辯論 然後說我反核四吧 不會嗎 誰來辯論 是你國民黨派人 還是你就真的很堂堂正正的 去邀請反核團體 你們提出辯論的名單出來 我希望由你們來提出 這一個反核四裡頭的 這一個辯論 我就是很認真 很誠意的 邀請不同意見的人 然後來這裡把意見 都告訴所有的民眾 我就是認真在打真球 否則的話你就是在打假球 所以現在的重心 就已經放到國民黨了 包括了你未來怎麼把這一個 整個的核四公投的過程 讓民眾覺得說 這樣有信義 有誠心誠意希望我們表達意見 有誠心誠意希望我們來做選擇 這個時候你才能說國民黨 他算是走算對的一條路 對 其實我覺得反核陣營 也不會怕說我們沒有人可以上陣 太多了 現在輿論九層幾都是 對不對 林志玲 陳乃玲 大家都可以上陣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講 我覺得林志玲不會要求上陣 反正他們反核的你就推出來 就是講得沒有內容也細心 沒關係 但是大家看 就是如果在這一波 因為政府他顯然堵了很大的柱 大家回想 現在過年的第三個禮拜 過年的第三個禮拜上班 過年前蘇貞昌怎麼講 說何事我們就是要公投 而且我要把它弄到七合一的選舉 明年底 記不記得 所以其實那時候是想把它綁在選舉裡面 憑良心講 但是當然現在國民黨說好 那我們來做一次乾淨的 就像朱立倫所講的 都政黨的手都不要進來 那民眾自己來投票 那這樣其實是比較符合公投的精神 但是現在民進黨誰聰明的 大家講他誰聰明 說我們自己不提連署 我們要正面迎戰 我們的戰場一定會贏 因為人民是站在我們這邊 所以蘇貞昌今天不再批評說 國民黨陷入道德困境 我覺得其實他應該回過頭去看 目前的民進黨正陷入了道德的困境 他也知道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 最重要的一次社會運動 最重要的是公民教育的機會 而且這一次公投過關的可能性很大 他們也知道 所以不要攪局 不要再去針對公投主文上面 那麼做任何的節外深思 這是正確的 可是你聽聽蘇貞昌的話語 他頭腦裡面始終想的就是 在這一場合適公投裡面 怎麼使民進黨加分 怎麼使他個人的光環能夠增加 甚至還提到 把核四公投當成是 馬英九的不信任投票 你對照今天他跟朱立倫的說法 朱立倫就比較聰明 他強調的 完全沒有政黨色彩 把政黨的手拿開 那麼希望這是一次 很好的公民教育的運動 我覺得這才是對的一個做法 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智慧 說實話 對於永和跟反核陣營裡面 專業能夠講出一番道理的 都不在政黨裡面了 都不在 我現在把台電去掉 都不在政黨裡面了 都在民間嘛 你看民間那個反核團體 推出來在友台裡面去辯論的 講的都比台電算是代表講的更好啊 經過了這一場辯論 我認為會有更多的 除了那五場或更多正式的辯論以外 會有更多的電視台辦的一些民間的辯論 真理在這一次會真的印證一件事 叫做真理越辯越明 會到最後讓全民對於整個核市 對於整個核能發電 對於人員政策 對於核安 會有一個比較深刻的認識 我覺得這麼好的機會 我希望政黨那隻骯髒的手真的應該伸開 對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民進黨 還有非常多聲音 還是把它聚焦在公投法 就公投法的門檻 怎麼樣 不公平 因為現在還看非常多的聲音 而且很多委員也出來講 如果照蘇貞昌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提連署了 我們就正面迎戰了 然後把迎戰先放在立法院修公投法嗎 我覺得其實應該這樣說 因為蘇貞昌今天講說 我們要正面迎戰是針對核四公投的問題 但是公投法是一個議題 反核是一個議題 非核家園是一個議題 核四本身是一個議題 核四公投又是一個議題 這是不同的 所以民進黨早先非常早的時候 就已經提出公投法 在2005年 那個時候已經提出公投法修正案 可是一直在程訊委員會被否決了200多次 一直沒有辦法排入立法院的議程 所以說這個公投法的這個議題 我們還是要繼續堅持 因為這個遊戲規則是不公平的 今天核四的問題公投 共識度高 可是下一個問題 或是下一個公共政策問題 它還是遊戲規則不公平的問題 為什麼 當我們TVBS在做民調說 你同不同意核四序建 或是你同不同意核四庭建 不管你議題怎麼設定 真實的民意會表現出來 而且還有一個 我記得TVBS在做民調的時候 也問說還有一部分統計什麼 是沒有意見的 既然沒有意見的人 不能代表他贊成或反對 為什麼在公投法 現行的遊戲規則裡面 他代表反對 所以這個遊戲規則是有偏差的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還是會繼續提 公投法的修正案 我們也會繼續要求 市長排入議題 排入議程 但是對於核四公投的問題 我們是認為說 我們就開大門走大路 之前的風風雨紛紛擾擾 大家覺得說 什麼議題設定要續建或停建 或是說這個要怎麼樣 或是乾脆都不要核四公投 就直接停建 這些問題是因為 現行的這個制度的問題 今天既然先不討論這個問題 而且我們是正面迎戰的話 我們覺得我們就是正面的 針對核四是不是要停建 我們來做 來做表示我們的立場 事實上剛剛民進黨的這個黨綱裡面 現在1980年以後就有 就八幾年以後就民黨成立以後 86年以後就有這個 核四停建的問題 我們就主張非核家園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我們的立場沒有更改過 最後一個 政黨的手要不要拿開 政黨是公民的團體的一部分 我們也是公民 我們當然願意表示我們的立場 只是我們不願用 政黨藍綠對立的方式去表達 對啊其實對於核四 誰執政都是一個難題 就說平良心講 那馬總統現在願意把他拿來做公投 將來不管誰執政這個難題就解套了 就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就是全民大家一起來做 民進黨執政這八年的時候 曾經讓核四延遇兩次 就是延長施工兩次 一次延長24個月 一次延長36個月 然後也追加了兩次一算 有一次就是蘇貞昌那一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 執政的時候你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一次很難得 大家都覺得說好 我們就用公投來決定 公投 公投是很符合沈大老最有興趣的賭場 那種賭的性質有一點點 但是我們知道現在民進黨 一直在講公投 包括柯建民那天 跟江宇華院長在對答 柯建民就說 我們當初公投法就 舉手就輸給你們 所以我們公投法 意思就是說 那個公投法我不承認也不公平 是這樣嗎 我先這樣講 我是贊成政黨退縮到第二線 讓所有的專業人士 這個反核人士 站到第一線來講 然後台電你就要去回答 所有人家的質疑 你的核安有一部分 除了專家來檢查以外 其中前置的部分是 你台電有義務 有責任 有必要 回答人家所有的質疑 然後最後就交給民眾來投票 我就贊成政治人物向後退 不過講這個公投門檻 是不是太高問題 沒有錯 柯建民那天是修理這樣一話 他說從朝野協商包括表決 民進黨全部輸掉 我是全程在場的 我先這樣講 現在公投法門檻是不是太高 我先給大家看一個東西 真正當時我們立法一個同仁 叫蔡公投 公投是他最先提出來了 這個是92年9月23號 台電黨團跟蔡公投共同提案 不知道為什麼蔡同仁 沒有跟民進黨一起提案 我不曉得 反正台電給他提案 你看這裡面講了 公民投票要總投票數過半贊成 或反對為通過 總投票數沒有打一半 選舉總人數頒數時就無效 所以這個就是真正的影子 就在那邊成形了 過來你看 這是9月20戰 10月24第二個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黨團 這裡面就所謂的 柯建敏陳其邁的版本 你們自己看得很清楚 24條第一項 公民投票案 投票結果 投票人數打全國直轄市 縣市投票總人數1 2分以上者 只有過半數同意者 機會通過 2分之1的門檻是他講的 對不對 然後一直10月30號 國民黨跟親民黨版本才錯 緩而緩敵 我告訴你 國民黨其實那時候是超人家的 是超人家民進黨的 這個提案的精神 這裡面就講了 也是一樣 投票人數要打全國 投票總人數的1 2分以上 內容都一樣 一模一樣 連標點都一樣 建設行政院的版本就出來了 在這裡 行政院的版本 反了 對不對 也是一模一樣 講的都是這個樣子 一樣 就是1 2分之1 那時候的行政院 對不對 民進黨的行政院 我現在再證明就是說 超野不管誰超誰 其實最後出來的東西 是一樣的 然後當時有沒有國民黨 用投票幫人家打敗呢 我這個是92年11月27號院會 院長主持的院會 上面很清楚 這個韋哲在那邊幫忙看 你做監票人 公民投票結果 他這裡面講很清楚 他講了一下這個 他說 公民投票結果第27條 投票結果 投票人數打全國 總投票人數的 人數1 2分以上 且有效票數超過2分之的 機會通過 然後否則就 這個否決 現在最重要是針對 他們的 這個柯建民的指控 說他們在投票的時候被打敗 你看主席講什麼 第四章的章民 及第27條條文 均照協商條文通過 所以協商沒有表決 對不對 沒有表決 用協商條文通過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 其實有點像犯舊障 其實不是 我要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民進黨 其實真的也不要太急躁 反核力量現在這麼大 你那麼急躁 你批評在批評國民黨做什麼 你批評國民黨也批評了 毫無道理可言 事實就在這裡面 你乾脆民進黨跟國民黨搭推第二線 讓緩和人士向前 讓台電人士向前 大家進行一個專業的 感性也不要緊 感性 理性 道德 訴求 什麼都不要緊 他們辯論 台灣的知識水準太高 教育水準最高 台灣的國民平均擁有的 大學的人數 全世界最高 所以如果一次非常公平公開的辯證 這個辯論下來之後 你說百姓還不曉得要永和 還是要廢核事 還是支持核事續建 都不知道的話 我只能講說這是台灣的悲哀 可是我對台灣人民是有信心的 經過攏藏有效的辯論之後 人民會做出最正確的判斷 我做小補充就好了 剛剛林英番偉有講的是 公投法在2003年當初立法的時候 在2005年之後 民進黨曾經提了休戰 但是就沒有辦法過了 對額度的問題 但是你可以說 民進黨為什麼那個時候 主張在公投法在立法的時候 你主張1分2 總數投票總數2分 為什麼會來改變 那就因為有2004年公投的那個問題 不是 其實最主要就是 那時候有總統大選 阿扁只要裡面其中那17條 那個巧聞 他只要那一條在 他可以在裡面玩弄 公投綁大選就好了 其他不是他真正 我們憑良心講是這樣 但是我們等一下Janny的Coin 你有時候看 這種政治的弔詭 有時候是馬上就浮現了 就很多東西你就馬上浮現了 當你看現在反核 然後為什麼過去 六次的公投都沒有通過 因為都是政黨介入 過去政黨的題目 你說那些題目老實講 都應該是全民的共識 可是政黨介入就通不夠 我隨便舉個例子 你贊不贊成台灣加入聯合國 當然全民贊成 可是公投就夠不了 因為那是民進黨敵的 國民黨人就不支持 對不對 就這樣 你贊不贊成跟中共 要對等 對等了 反對 夠半的人反對 就沒有夠半的人同意 就是說你會覺得說好奇怪 所以這一次 民進黨因為他 他一向是反核 就一向反核 所以他如果不介入的話 其實對民進黨反而是比較好 因為他如果強力介入的話 會變成難以對決 那在現在的情況下 氣氛對民進黨會不好 會認為你投機 然後最後的結果反而沒有辦法達到 這就是目前現在的氣氛 但是我們看 現在國民黨 現在聽說找不到人 來組文 然後誰要提 這些現在是 再例外也是引為笑柄 因為當然 你說行政院他的既定政策 是我是要續見合四 所以當然如果在公投的部分 我如果今天自己的人 自己出來要打 當然所以我們現在 大家會討論所謂的正面表列 跟這個負面表列 你說民進黨他沒有去做這個算計 我也不太這麼認為 為什麼 民進黨當然也不希望說 我自己如果用這個所謂 所謂在表列的狀況之下 換我自己要出來幫核四做辯論 所以這個問題上面 我倒認為就是說 今天立法院 不管是國民黨去提這個案子 或者怎麼樣 他到最後會經過立法院 所以到最後還是會等於是 立法院在這個提案 所以民進黨很難說 我置身於這個事外說 我不去參與 而且其實我今天看到 另外一個更好玩的現象說 即便民進黨今天講說 我要正面去迎戰 但是還是有四個立委 跑去監察院舉發說 這個公投是違法的 會讓人家有點不太懂 就是說如果你民進黨 真的要去正面迎戰的話 你又去認為他是一個違法的 是不是代表以後這個公投 他就不具有任何的效力 你其實對這個反抗運動來講 我認為他不太會讓人家 會覺得說沒有政黨的算計在裡面 而且其實我們剛剛講到說公投 其實剛剛韋哲委員講到說 2005年他們在修了公投法 但是對不起 在六次的公投裡面 即便在2008年的時候都還舉辦了兩次 就民進黨都還主辦了兩次的公投 其實在這樣公投裡面 更不要講之前說 陳水扁他就舉辦了這些 比較針對性的這個公投 所以我倒會覺得就是說 在這一次 其實國民黨當然有國民黨的問題 我今天要找一個 反對核四的委員出來提案 像丁守中他也很反對 他說我是反對核四沒有錯 但是我是表達我的立場 你要求我國民黨的立委 自己跳出來先跟黨內的同志 先打一架 然後再去對幹立法院 再去對幹行政院 對他來講 他也不認為說 這應該由他來提案 所以國民黨當然本身 有他自己的問題 可是如果我現在看 比如說像蘇貞昌的話 我會覺得如果今天蘇貞昌 剛剛的那一段話 在兩個禮拜前的那一天 將一話宣布說要核四公投的時候 你今天蘇貞昌他表態出來 我相信這個對你 對你民進黨的形象來講 是有正面的幫助 因為事實上你一直把非核家園 這個事件列為你這個今天所謂 比如說列在黨綱或黨章裡面 可是今天你可以觀察到 就是另外一個更好玩的現象是 民進黨的大佬們 在這一次的公投議題上面 你會發現他跟民進黨中央是分開的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蘇貞昌在上個禮拜 晚上我們在這邊 在錄節目的時候 他召集了黨內的幹部去 結果沒有大佬去 只有一個游席昌後來去了 游席昌所講的話 跟蘇貞昌基本上還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游席昌講說那就是民間辦 或者由黨來辦 結果最後蘇貞昌定調的是說 好 我民進黨我就不去題目 不然我就變得跟我笑國民黨的理由 是一樣 蔡英文更誇張 蔡英文乾脆就選擇 跟民進黨中央切割 他為什麼 他發了一個新聞稿 他說我的小英之友會 我是長期在反合立場上 好 可是這些人 其實對蘇貞昌來講 其實蘇貞昌今天到黨團去開會 當然有他的用意 因為他必須要有黨團的立委 在這邊幫他做一個撐要的動作 黨中央裡面 你看不到這種所謂團結的氣氛在那裡 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民進黨有問題 國民黨也有問題 國民黨就是 大家講 祖文到底要寫什麼 誰來提 因為提的人依法 就是要反對的人才能提 當然現在兩黨都會碰到 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其實是滿樂觀的 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是小問題 會解決的 我覺得提是技術問題 將來很快就會解決 我這段沒講話的期間 有三個問題浮現 一個就是那個門檻的問題 我覺得就這一次核四公投 不會成一個問題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講 這個是鳥籠公投 當初通過的時候 其實朝延老經理都只有一件事情 這個是統獨公投 對 尤其是蔡公投 他認為先過 先有再求好 大家也講 你如果把它變成容易的話 老美就反對了 老美就會打電話給陳水扁 陳水扁 就打電話給立法院長說這個不能過 林納族在立法院 對 所以先求有再求好 所以大家把它弄得嚴格一點 所以這個如果將來要修改門檻的話 其實大家不妨去想 統獨公投跟一般公共政策的複決法 其實是要分開的 因為在英文裡頭 一個叫PREPSITE 一個叫Refreundum 你知道嗎 一個叫公投 一個叫複決 我們現在把它搞在一起 這個是一個長遠的想法 第一個我們剛才講到說 將來誰來辯論 我覺得立法院通過以後 這個平台如果你有誠意的話 我覺得反核團體 反核人士的 那種這有公信力 有學問的 其實不要猶豫 因為他們現在不會輕易答應是什麼 他說你嫁了 或是你人家算的 你要搞一個舞台 你給我做傀儡式 我怎麼願意幹 但是所以你就要充分有這個誠意 我真的在這裡誠心誠意的 建議這些人要勇於代表 這個立法院的提案的辯護單位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三個我不許講 今天蘇貞昌的 這個記者招待會的講法 是自從民進黨淪為在野黨以後 他作為主席講得最好的一次 一講到生命力又回來了 坑坑有力 而且有節奏感 講得真漂亮 但是我認為是這樣 他為什麼今天會放棄這個題目 因為他原先他們有三個焦點 一個誰來投票 門檻的問題 還有題目的問題 他們是搞錯了 他後來回去宣傳一下 你國民黨矛盾 我也矛盾 我如果提一個要續見的 就是我罵你國民黨 對 我也一樣 所以他們想了以後 原先的那個三個 他們聚焦的地方 他自己也認為不妥 所以他撤回了 他撤回了 他就講說 你自己跟自己辯論 還有我們不要分散力量 這個其實兩邊都一樣 所以他撤回 這是聰明的 但是他後面講得很有力 這是唯一的戰場 我們要全面迎戰 我覺得這個就過分了你知道嗎 因為國民黨並不在這裡求戰 國民黨是大家來解決 我並不永和 我只是要續見 讓他把這件事情處理掉 但是如果大家反對續見 要停見的話 我何嘗覺得都沒有關係 所以民進黨為什麼要講得這樣說 我們要上陣 要來衝向 這個就是要期待 把經過這個過程中 不管結果如何 把自己的政治能量 把自己的政治力道 順這個機會 這個民進黨本來就是在戰爭中 壯大自己 他們又逮到 又有這個機會 要把你撤回死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的盤算 其實我認為是得不償勢的 對 因為這是一場 算是社會的教育 也是社會的運動 政黨當然很想希望 把運動的地方位 把它割來來壯大自己 尤其蘇貞昌 他現在的聲勢比蔡英文低 就像我剛剛前面開玩笑說 記者都去訪問蔡英文 都不去訪問蘇貞昌 會弄成這樣 蔡英文又另立黨中央 一個小英基金會 每天發新聞稿給記者 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你會覺得讓蘇貞昌很大壓力 所以他會有一些講話 不足為奇 不過我同意就是說 蘇貞昌這一次的談話 是比他之前要好太多了 所以我覺得這反映出來就是說 你知道現在民眾心裡頭 他們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一天到晚 你只想要去罵對方說 對方是在勾心鬥腳 對方其實在算計你 對方是什麼什麼什麼 你講這一些什麼陰謀算計的話 民眾是不愛聽的 你要就講一些光明正大爭取民意的話 這個時候民眾會覺得說 好歹你像個政治領導人 就你一天到晚在那邊講說 這個算計誰 那個算計誰 對不起 這種東西感覺上不像領導人的風格 所以一個領導人要出來講的話 要先設定好 你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去做一個領導人 不過我倒覺得國民黨現在說 找不到一個提案的人 其實是滿愚蠢的 為什麼說滿愚蠢的 國民黨有這麼多 新北市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其實他們都有很大的壓力 你大可以給這些立法委員一個舞台 可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些立法委員心裡頭要有認知 就是我是幫忙這些反核式的人 一個平台讓他們進入這個戰場 進入這個辯論的這個戰場 那我只是提供這個舞台給他們 我絕對不要成為講話的那一個人 就是我要來作為負責辯論的人 人家會說你掛到尾 可是如果你是提供一個平台的話 你既解決了自己的民意壓力 同時你也把這一些 這一些反核式的民意 引到了辯論的這一個主戰場來 其實是皆大歡喜 既反映了你國民黨的堂堂正正 也讓這一些人 這一些立法委員 他們有很好的這個階梯可以過來 就你想清楚 這個辯論該是誰來辯論 如果該是公民辯論 那你立法委員的工作就是搭建平台 對啊 據我所知 其實國民黨還沒有開始去找委員 也沒找過丁守中 但是如果以這樣的情況來講 無疑李慶華是最適合的 因為三座核電廠都在他的選區 他其實是最適合的 但是會不會碰到這樣的窘境 我這樣說啦 將軍要選對戰場 將軍選錯戰場來宣戰 那是最愚蠢的行為啦 蘇貞昌今天的說法 你們說他講的鋼槍有力 我覺得他講的內容荒槍走板 我覺得他根本選錯戰場 在這一個不對的戰場在那邊宣戰 要集中力量來作戰 被人民一聽就覺得很可笑嘛 今天國民黨真的現在希望核四建嗎 據我所瞭解 國民黨裡面其實主流的聲音 恐怕也是希望核四停建 只不過核四停建要有個台階 要有個解套的方法 核四停建有一些賠償的 例如說核四停建 台電說會破產 可是你今天如果透過公投停建 那是全民的責任 那你花掉了那將近3000億 就由全民一起負擔 所以這就是國民黨現在 其實心裡頭根本 根本我覺得比較接近反核的這個概念 你蘇貞昌宣戰幹嘛呢 國民黨要找個提案的人 我認為很容易找 新北市願意去提這個案的人 比比皆是 你叫丁守中提案 他會不要嗎 他會不要嗎 他當然要嘛 只不過說提案 我贊成鳳鑫的說法 你不要到最後變成主角 你提案的只是我現在幫你 讓這個公投能夠順利的搭上平台 讓公投順利的進行 人民會感激你 但是如果你到最後去掛地方會 認為這個公投是你一所所推動的 那你就成為這一次難得的社會運動 社會公民教育的一個罪人 對啊 其實我們對於這一次的公投都非常期待 因為畢竟是公投法從民國92年到現在 剛好10年 意思正正事事 人民用自己的意志 然後沒有政黨 政黨來我們就偷棄他 不管他是執政的國民黨或在野的民進黨 我們就偷棄他 然後大家看這兩個陣營提出來的這些東西 能不能說服我們 就是說誰講的比較有道理 或者你有哪一方面的考量 所以這是值得期待的一場公投 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而是公投被丟出來以後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整個社會 他那種氛圍的蓬勃 然後所有媒體 所有政黨都有非常多的意見 那當然 真正最重要的意見 就是我們人民的聲音 人民的聲音就在線上 桃園 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 陳小姐 是 陳小姐 喂 陳小姐請講 是 我只是有一個公平 因為我們兩家是住在金山 我是覺得說國家對金山的人 因為一穿到二穿 金山是民進黨 是是 一穿到二穿 對丟臉 金山 還接問那些人 真的很不公平 是 他們一年的補助才兩千九 是 今年全身檢查 的 年都不夠 是 還接下來怎麼你知道嗎 我只是要一個公平 如果何時 我會繼續去 是 起的位 是 我希望說 一抽二抽三抽 馬上停止 三月 對 不要再 其實 OK 就你剛剛聽陳小姐講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 核四廠如果蓋好以後 一二三廠就停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就用來期待舊的廠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一核二核三 一都不要 是 好 那我們再接一下台北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是 喂 是王先生 改我了嗎 是 是王先生 那個反核的 會投反核的選票 未必就會投給民進黨 你像蘇貞剛剛今天開這個記者會 我這個議陣言詞的 全面迎戰 他這句話就充滿了政治算計 你知道嗎 是 他又是講說他會投反核的人 一副他現在自己就站在反核這邊 到時候選票的人家就會給他 不要笑聲了 是好 謝謝 他點出了正常可能的那個算計 桃園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喂 林小姐 是 那個要安全 核安要安全 要督導他安全 哪個訴請都是有危險的 就是要安全最重要 我的意見是這樣 好 謝謝 是 好 就說林小姐講的就是 就是你督導他安全 江儀化前幾天在立法案講說 你坐飛機都會有危險 哪有人跟 看保證所有東西都是百分之百安全 講得沒有錯 但是就反而團體來講 他其實他要反對 就像我前面所講的就是一個信仰 那我們看民進黨在這一波裡面 很多人都講蘇貞昌今天的講話 講得不錯 但是立法院黨團他現在卡住了包括柯建民總召他們認為說 其實是這個投票的方式是有問題的 我們再看一下柯總召他是怎麼講看這個畫面 馬江集團提出所謂的核四公投 事實上他已經敲擊國民黨的傷衷 這個傷衷已經想變天際 國民黨還很難不解 還在嚴格道臨 這是國民黨字節駕目 國民黨假如直接贏得核公投 事實上他失去民心 會失去掙錢 這是要打馬英九最後的稻草 所以我們今天很清楚的正在社會正義邊 我們今天要發起是一個反廢棄運動 反台灣成為生存的廢棄 反台灣成為一個道德的廢棄 柯建民因為上個禮拜五跟江宜化有交手 好像被打得我不好意思講 應該叫虧不成金 很多人跟我講說柯建民怎麼會這樣回答 那當然因為他沒有想到江宜化是怎麼講 但是因為柯建民今天的立場就很清楚了 今天民進黨他的大軍 由黨主席到立法院去作陣 把這個態勢講出來了 我覺得柯建民覺得也是老朋友 我們在一起五屆 我跟他在一起 講馬江集團 他文革的時候在鬥爭的時候用語 有沒有敲起了傷衷 說他辦這個公投敲起了傷衷 那你意思說不要他辦公投嗎 民進黨講很多年就是說 用公投解決合適的問題 那現在國民黨接受了 就交付公投 你這樣你就說他敲響了自己的傷衷 那你究竟要他辦公投還是不要辦公投 不辦公投難道就 我知道他們要的就是 馬總統一個人宣布停建 我跟你講一件事 我們現在看林肯 林肯這個電影裡面 其實真正在描寫的是什麼 描寫了美國憲法第13條的修正案 要怎麼去修的問題 參議院已經通過了 所以要眾議院去通過 那我告訴你 如果在台灣來就講說 你總統一個人宣布就行了 那為什麼要通過 而且你看第13條修正案通過的時候 上面他分兩個section 上面那個部門是講說 這個美國不應該有奴隸 不應該有奴隸制度就要廢奴 可是第二個他講 要國會去簽 去這個通過一些的法律 來執行這個廢奴 所以這個很清楚一件事在哪裡 就是說你馬總統一個人宣布何時 我認為那個道德的高度 跟法律上的爭執的效率 是沒有公投來得高 我如果公投超越一千 美國當時林肯沒有辦法辦公投 因為窮國在打仗 也沒有公投的條款 否則的話其實就要交付公投 那不是更好嗎 所以我覺得最高的威脅 那是公投 過來是國會 過來才是其他的行政的命令 包括總統這些命令等等 所以今天馬總統願意 拿這個核適這個問題交付公投 其實大家應該要讚美他 英文有一句話 So give the devil his due 就魔鬼很差勁 可是魔鬼如果偶爾做對的事 我們應該讚美他 你今天民進黨難道把馬鑫九 當作魔鬼嗎 如果把他當作魔鬼的話也沒關係 至少他願意把核適拿出來交付公投 由人民直接行使全力來做決定 你至少為他鼓掌 這樣做得不對 你究竟是要怎麼樣 對 但是民進黨朋友 常常有很多很自私的反應 我們跑新聞這麼久就知道 當郝龍斌有一天出來講說 其實阿扁應該放出來 民進黨是罵他 然後四黨部主委說 我明天就拿那個表格去讓郝龍斌 讓他加入民進黨 他就在那邊吸露他 就是說他們很多的自制反應 但是今天當你的訴求這麼久了 這麼多年要核適公投 包括要從林玉雄時代 十幾年來 那現在有人贊同了 好像讓他措手不及 就好像那天柯建明跟江儀化 兩個在立法院的對談 那種情況 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委員 當高志鵬委員在這邊已經號稱 要在立法院發動公投的時候 我難道作為一個行政院長 沒有立場去說 我願意接受公投的挑戰嗎 難道我只能永遠閉上嘴巴 等著讓所有的委員 不管是朝野的什麼委員說 我們要公投 然後我就是一句話都不能講說 我願意接受你們公投的挑戰嗎 但我不是在這回事情 這是你們 專家精老千 你去教育兼堅堅 犯罪賣 他就不懂得董事 喂 我不喜歡用賭博當立 但是如果用賭博當立 一個賭客也不能說 因為到賭場股頭 就說那個專家是老千 這樣的話這種賭客 人家會說他沒有毒品 大家可以看 這是舌見純槍 然後你可以看到江儀化 這是上個禮拜五他在立法院 第一次被刑的時候 然後跟民進黨的大黨邊 柯建民的對話其實是非常精彩 那也可以看到民進黨的態度 跟柯建民今天的態度 那講了這麼多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當然也很想 把反而的勢力引回自己的力量 這是 這也不能講他算盡 一個政黨一定要千方百計 去拉攏所有社會上的力量 是不是 我怎麼講 我應該這麼說 民進黨主張非核家園主張了這麼久 對核四民進黨反對了這麼久 對於公投我們肯定了這麼久 難道對於這幾個議題合起來的核四公投 我們不應該表態嗎 我們應該表態 其實問題說我之前講的 不管是這個柯總超所說的 他說他用這個賭博 莊家兼老千 這樣的一個比喻適不適當 剛剛這樣一話有說 他不會用賭博來講 那如果用賭博來講 都講說點點點點點 可是我們覺得其實 這是遊戲規則的問題 今天這個我們如果說 民進黨要開大門走大陸 其實這樣一話應該要開大門走大陸 所以剛剛這個任俊有講說 有幾個委員去講說這個這樣一話 去監察院檢舉這樣一話 任何形式或對任何議題辦理 委託辦理公民投票事宜 辦理或委託辦理公民投票事宜 而且違者違反第13條的 還要行責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這樣一話 他不應該說我們要辦 或是我們主張什麼什麼 其實應該有國民黨黨團 這樣才是比較適當的 如果民政則言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弄一個清楚比較好 對啊其實今天就是民進黨四個立委 就李津毅他們四個人 然後去他們說 馬政府想借一個不公平的公投法 來達成細見合適 這樣一話是否有違反公投法13條 就韋哲剛剛所講的 甚至應該處於52條的法則 希望監察院能夠迅速調查清楚 那我們看民進黨其實他把這一波 當作是一個希望能夠跟社會運動結合 可是又不再改出面 然後反而團體好像對他們也不是很領情 那我們看潘孟安委員 他也是民進黨的黨編 他說馬政府從政所稅瘦肉精美牛 油電雙掌二代健保補充保衛等政策 到聯金改革 反媒體壟斷核四興建這些案子 繼續在錯誤政策上馬恩幹 正面迎戰核四公投案 將視為對馬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民進黨要把這個弄為是對馬恩九的不信任投票嗎 回來我們來討論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他們的黨編 潘孟安出來講 說馬政府他繼續核四的興建 他用公投來解決 是繼續在錯誤的政策上馬恩幹 正面迎戰核四公投案 要視為馬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這個就會把政黨的那個拉進來了 其實這樣一話說 如果過了 停建我就下台 這就是不信任投票的精神完全充分表達 剛剛你看柯建民的講法 國民黨敲響善忠 響策天際 你焉耳盜靈 然後說是老千 然後有輸贏的問題 其實民進黨這一方面都有一個假設 就是說這個50%的門檻不會過 不會過你會藉此續建 所以這是機關算進 國民黨執政黨這邊 江儀化跟馬英九 我是覺得這兩個人的個性 是不是也是機關算進 還是如果是正面的話 那就我們應該講說戰略正確 你也是機關算進 那到底馬江集團有沒有也算進說 百分之十不會過 我可以續建 那我樂得高興 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們不知道 如果是的話 其實我們從禮拜五到現在 我們都勸他不要這樣 就是有這樣 不要 你怎麼曉得這樣 我們都知道 那你覺得是這樣 你有什麼證據 這議題設定 江儀化自己講說應該 不過議題設定是 因為議題設定是 那個題目不能跟現狀 不能跟現狀 不得不跟他相反 不能跟我一致 這是這樣 你到今天都還沒有想通這一點 因為公投是要否決現狀 公投法是只有講說 對於重大政策的創制或複決 請問我們現在有個重大政策 叫做核四庭建 沒有 我們現在只有重大政策叫核四序建 所以你是要否決他 對核四序建的複決 要否決他才行 題目設定是庭建 所以要否決現狀 對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就民黨裡面 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現在的不信念投票 剛剛沈大佬講 說你要對馬政府投不信念投票 是啊 你投了 江儀化如果沒有 他就要下台 他也承諾 這樣不是剛好兩前其美嗎 潘崩安要選屏東現場 這以前是確定的 既活動都已經開始了 所以當然要搭核四公投的變車 核四公投如果過了 對不對 到最後核四庭建 他也可以拿來吹噓 我們反核了很久 終於有成果了 何況核三世代在哪裡 在屏東 所以他有他的一個好處 如果沒過呢 沒過的話悲壯 你國民黨莊家兼老千 機關算盡 所以民眾要在現場 要支持他 所以基本上不管是蘇貞昌 柯建民或潘崩安 或者到監察院去檢舉 這個江儀化的那四個立委 都是選舉考量 都是機關算盡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大家現在應該看得很清楚了 我不敢說馬江這個集團 沒有機關算盡 但是相對起來 馬江這個集團 畢竟比較老實 畢竟還是走得正道 他畢竟沒有出來 像是當年 你看一下柯建民講那番話 那就好像去討伐一個 滔天俱惡的一個習文一樣 這殺罰之氣這麼重 簡直是侮辱了人民 有史以來 我認為這台灣有史以來 真正的第一次的公投 沒有我覺得柯建民是因為 上個禮拜五被江儀化這樣 被很多人嘲笑 心裡就不爽 今天就做一個比較慷慨的話 這是一個人性的反應 那當然你可以看 因為柯建民過去在立法院 他跟林立方委員是同屆五屆 他比我多 他比你早 他國際是很清新的科技立委 從新竹出來了 很清新 神經 是 現在看他的發言 你會覺得說 跟國際好像不太一樣 那天我們在立法院看到 因為其實以前的行政院長 在備詢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都會尊重柯建民 所以你大概很少看到 這樣子的回嘴的這種場面 所以那天我們其實現場看到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袋子 都覺得好笑 我們當時在現場看的時候 你應該記者是校班了對不對 因為很少看到這個狀況出現 但是我倒覺得就是說 從蔡英文之前先提出 這個所謂的倒閣說 一直到江英華所提出的下台 到今天潘孟安提到 這個所謂的不信任投票 其實在政黨的介入的部分 我相信除了政治語言之外 政黨其實你說真的 像朱立倫講說政黨退出 我其實不這麼覺得 但是我會從另外一個方向來看 就是說行政院在這次要他願意 走公投的這一個方向 其實我在採訪行政院 跟其實國民黨團 立委 他們的看法也都是覺得說 那我就是全力要推動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在捍衛我的政策 所以我必須 尤其像這個東西 我必須要為我自己的政策的正當性 我也希望取得一個正當性 未來不要有這些問題 可是對民進黨來講 我倒覺得就是說 我會第一個想要觀察就是說 你3月9號民進黨在這一塊 就是所謂的反核遊戲裡面 你想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第二個就是說 我會建議民進黨如果再真的 你認真認為說非核家園這個東西 對你來講 真的是這麼重要的一個正當 我會認為這一次的公投 你應該把它當成總統級的選戰來打 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才有可能讓這個公投能夠過半 你不要先抱持一個悲觀的想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在這樣的動員狀況之下 民進黨仍然沒有辦法 讓這個投票率超過50%的話 其實民進黨相對你也要檢討 就是說在這整個的操作上面 是不是讓民眾對你 產生不一樣的觀感 我想我們曾經在上個禮拜 我們看過新的民調 你會發現這整個事情來講 不見得對民進黨是加分 但最少分先加到 將一化的身上去了 大家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面 你最少你願意去面對 我覺得這個是民眾在看待 核四這個問題上面 似乎跟以往的政治操作的議題上面 他少了一點政治的觀感 而比較直接用面對問題的態度 來去看這整個核四的問題 我這邊想要提一點就是 不管是柯建民的講話 或者潘孟安的講話 其實非常政治語言 其實我覺得剛剛好就是民眾 最受不了的政治語言 今天剛好這一個議題 它是真正的跨越政黨的議題 所以政治人物如果覺得 就是你真心想要知道 民眾心裡想什麼的話 這時候就盡量不要再講 什麼政治語言 你越少的政治語言 然後你越多的 把這個政策講清楚 民眾還比較能夠留下印象說 你真的是對這個議題 好像有點專業的政治人物 否則的話你留下來的 大家就覺得說 又是政客 在那邊講那些政治話語 所以我會建議這些政治人物 減少政治語言 多一些人話 對啊 郭英朗 我覺得回歸專業 我如果真的專業最重要 就是說反核人士 可以提出所有的疑慮出來 那我如果台電 跟其他的相關的單位 包括議員農會 他們就要出來 有義務有責任回答這些問題 那剩下我覺得政治上的鬥爭 我如果真的沒有必要 原因是因為這一次的合適的議題 太重要了 正因為如此的重要 我希望在一個理性的 平和的講專業的環境裡面 讓人民去做 為他們自己做最好的決定 讓台灣這個社會 好好的秉除所有政黨 所有政治的糾葛 因為我們已經受夠了 那這一次真的讓所有的專業 雙方人馬各推出 可以說服別人的一些政策 一些圖表 然後所有的sauté 然後來說服人民吧 這才是一個公平的公投 今天謝謝你收看 接下來李彥秋的新聞約總會